今天是2023年12月14日星期四 周深加盟的2023腾讯娱乐年度盛典即白皮书发布 直播已经开始了 小编室双开视频边看边写今天的内容 本次的白皮书将会复盘中国娱乐行业一整年的表现 并且从中寻找行业年度榜样 为他们颁发荣誉 同时分析预判娱乐行业未来走势 官方公布的嘉宾名单有 黄晓明 周深 环契三 陈毅 魏大勋 金城 王子文 魏神威 文俊辉等众多嘉宾将会出席 周深在走红毯的环节 从满河里拿到的是小风车 并且还顽皮的跑起来 盛世可爱 更有意思的是 主持人同样很关心周深的二专 并且试探性的问来一句 2023年要结束了 二专是不是2024年的事情了 而周深的回复也很周识 那就是不告诉你 紧接着还补充到稳步进行中 周深的回复给人的感觉 2023年发布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最近网络上也有很多 关于周深二专 接近发布的消息 当然既然周深本人说了 稳步进行中 那么我们也就乖乖的等待一下吧 另外说一句题外话 周深在北京参加活动 而北京下雪了 于是央视文娱发布动态 周深的光亮有多适合下雪的故宫 故宫加大雪加周深的光亮 真的是绝美 最后除了今天的2023腾讯音乐年度盛典 12月17日腾讯星光大赏2023 已经进入倒计时 这也就意味着周深结束了今天的活动 马不停蹄就要飞到澳门 一起期待一下周深的舞台吧 截止到小编写稿前 还没有看到周深获奖的情况 同样期待一下吧 对于周深二专的消息 你如何评价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证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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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